我还没有看到你提到的有关声明 作为原则 日方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应有利于岛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下一个问题 东方的外长会议下周在老欧举行 网易外长会不会参加会议 然后会议期间跟日本的外长见不见 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下一个问题 发言人你好 俄同塔斯社记者提问 昨天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在联合国 就中东问题提出 中东问题发表讲话时指出 当务之急是召开一次 对加沙和约旦和邪安各派别 有影响力的所有外部参与者的会议 让他们携手帮助克服巴勒斯坦队伍中的分裂 请问中国对此有何评论 为了解决发言冲突的问题 中方最近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谢谢 中方认为在当前形势下 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团结 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有利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 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结 已经并将继续为此做出积极努力 下一个问题 官人好 西方设计者提问 据越南外交部消息 7月17日 越南已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化计案 同日南海还向联合国提交了反对召会 回应菲律宾6月14日提交的南海外大陆架化计案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越南单方面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化计案 其相关的主张 涵盖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区域 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 违背中越两国签署的 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和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 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越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我想强调的是 根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有争端不审议相关的议事规则 委员会不会审议 认定越南和菲律宾的有关化解案 此类举动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突出分歧 激化矛盾 无异于争端的解决 中方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南海的争议问题 下一个问题 谢谢万一人 共同社提问 万一人刚刚发布了加拿大外长即将反发的消息 万一外长将与加拿大外长讨论哪些方面的发题 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更多的消息 乔丽外长访华期间 双方将就中加关系和共同关系的问题深入沟通 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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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